真的要注意保暖 寒流发威 让全台不少山区都下起了冰线 而今头凌晨 阳明山出现了冰线的美景 游客们摸黑也要到外面来欣赏 中央气象局观测 清晨平地最低温 出现在嘉义市东区只有4.9度 而明天初五 寒流会减弱 天气会短暂的回暖 那么历天初六 又会再有一波冷气团要南下 那么初六各地又会再度激动了 还会一路冷到星期天 停车场一片漆黑 但在灯光照射之下 还是明显可见白色的冰线纷纷飘落 民众摸黑又顶着寒风 也要到室外体验冰线之美 而脸书粉砖天气特辑 也PO出了照片分享 宜来花莲的朋友望向山头 都能看到明显的结霜或积雪 但随着水气减少 降雪几率会再降低 过年期间少雪可要把握 出四好机会 所以今天露夜在北部 大概是10度左右温度 中南部也大概只有 11到12度左右的一个温度 明天的白天可以看到 北部很明显的温度会回升到 接近20度 那在中南部地区 也可以回升到20到22度左右 初五白天起寒流减弱 各地会短暂回温 但另一波冷气团又紧接而来 初六开始北台湾温度激动 低温又会下探10度以下 一路冷到出发 才会回暖 明天北部云量还是比较多的 然后东半部还是有点下雨的机会 中南部则是持续是一个 的行动作用可以见到阳光的一个天气形态 那27号是一个海流南下的过程 所以迎风面的北部 东半部 这样雨的状况又会变得比较明显一点 整个春节假期 各地天气偏冷 迎风面北部和东部会有短暂雨势 春节想外出走走也要记得避寒 这期节目是盖尔蒂 看别的报道